第八百三十二集 禁忌二十五 禁简文帝 咸安元年 新卫 公元三百七十一年 春季正月 远锦诸府向前秦求救 前秦王福坚任命远锦为扬州刺事 诸府为胶州刺事 派五位将军 五都人王剑 前将军张豪率领两万部骑兵前去救援 大司马桓温派淮南太守桓尹 南顿太守石浅等在石桥迎击王剑张豪 把他们打得大败 前秦的军队后退驻扎在盛城 桓尹是桓玄的儿子 十七日 桓温攻下寿春地区 还勤获了远锦及诸府 连同他们的宗族亲属一起送往健康 并且还杀掉了他们 前秦王福坚把关东豪杰及杂仪部族十五万户 迁徙到关中地区 把乌桓人安置在冯邑和北地 把丁陵人宅兵的部族安置在新安和缅池 众多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 如今对于那些想重归故里恢复旧业的人 全都听任他们自己的安排 2月 前秦任命魏军太守伟忠为清州刺事 忠类将军梁成为衍州刺事 叶生校尉徐成为并州刺事 武魏将军王健为豫州刺事 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事 太尉司马皇府复为京州刺事 屯齐校尉天水人江羽为梁州刺事 福丰内侍王统为义州刺事 秦州刺事 西县侯福亚为史刺杰 都督晋 秦 梁 雍 雍各州驻军事 秦州牧 吏部尚书 阳安为史刺杰 都督义梁州驻军事 梁州刺事 重新设置雍州 治所为蒲板 任命岳长公扶批为史刺杰 征东大将军 雍州刺事 梁成是梁平老的儿子 王统是王卓的儿子 福坚认为 关东刚刚平定 郡守宪令应该有合适的人选 于是就命令王猛根据具体情况 选拔征召英郡杰出之事 充实六州的郡守宪令 受官以后 上报朝廷正式任命 3月23日 一州刺事 建成定宫周楚去世 秦秦后将军 真成人巨难 在桃山攻打兰陵太守张敏的儿子 大司马桓温派兵击退了他 前秦西县侯福亚 杨安 王统 徐成 以及雨林左舰朱荣 杨武将军姚长 率领七万名不骑兵 讨伐求持公杨传 代国将领 长孙金 想逢设法地杀掉 代王拓跋士一间 世子拓跋攻打他 两肋受了伤 但终于擒获了长孙金 然后把他杀掉了 夏季4月20日 东晋实行大赦 前秦的军队抵达旧辖 杨传率领五万兵重 抵御他们的进攻 梁州刺事 红农人杨亮 派都护郭宝 补静 率领一千多起兵 帮助杨传 与前秦的军队 在辖中 展开激烈调战 杨传的军队大败 十分之三四人都死了 郭宝等人也全部战死 杨传收罗了逃散的兵重 然后逃了回去 西线侯福亚 进军攻打求迟 杨统率领 五都的民众 投降了前秦 杨传的心中 十分害怕 两手反绑在身体后面 自己走出来投降 福亚把他送到了长安 任命杨统 为南秦州刺事 让杨安担任都督南秦州 驻军事 镇守求持 王猛在喊 攻破张天席的时候 俘获了他的将领 东皇人 殷巨 及 披甲士兵五千人 前秦王 扶尖平定了杨传之后 派殷巨 率领他的披甲士兵 一起返回梁州 让著作狼 梁叔和严父 去送他们 顺便命令王猛写信 告诉张天席说 过去你的先公 向刘耀石勒撑翻的原因 只是因为考虑到 力量的强弱 如今 要论梁国的力量 则不如过去 要说大秦的得威 也不是二兆所能匹敌的 而将军却反而与秦国绝交 这恐怕不是祖先的福分 凭借着秦国的威力 只要一开始动作 就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脚步 他们的力量强大到 可以让弱水掉头东归 让长江黄河回流向西 关东既然已经平定了 就将把军队迁到黄河以西地区 恐怕你们的力量 不是你六军的世人百姓能够抵挡的 刘表说 汉水以南可以自保 将军说 黄河以西可以保全 凶旗祸福 全都细于你身上 可以借鉴的往事并不遥远 你应该深思熟虑 自己多谋求一点福分 不要让六代人经营的大业毁于一旦 张天熙听后十分的害怕 派使者向前秦谢罪称番 福建兽与张天熙 使池杰都督和右诸军事 票及大将军 开赴一同三思 梁州刺史 西平宫 土玉魂王辟西 听说杨传失败了 在五月 派使者向前秦 进献了一千匹马 五百斤金银 前秦任命辟西为安远将军 川侯 辟西是叶炎的儿子 好学 待人仁慈宽厚 但缺乏威严决断的本力 他的三个儿子都专权放纵 国人对他们很是厌恨 长使中恶帝 是西枪族中有势力的人 他对司马起诉云说 细细的三个弟弟做事情 横行霸道 为人嚣张跋扈 他们的权势甚至高出了君王 将要亡国了 我们二人位居俯臣之手 怎么能对此做事不理呢 明天早晨日月相望 文武百官将要汇集 我将要在那里讨伐他 国王周围全都是我们枪族子弟 只要我们一时眼色 马上就可以请过他 起诉云请求先告诉国王 中恶帝说 国王脾气仁慈 造成了性格优柔寡断 告诉他一定不会同意的 万一事情败露 我们就要被赶尽杀绝 事情既然已经说出来 怎么能中途改变呢 于是中恶帝按照计划 在座位上拘捕了 屁息的三个弟弟 把他们全部杀掉了 屁息惊慌恐怖 连忙躲到床底下 中恶帝起诉云上前扶起他说 陈昨晚梦见先王斥令陈说 你的三个弟弟将要干叛逆之事 不能不讨伐他们 所以才把他们杀掉的 屁息因此得了病 神志不清 他告诉世子摄连说 我祸及亲生弟弟 怎么能在地下 跟他们相见呢 国家的大小事情 听凭你去治理 我的余年残命 已赴于你而已 于是 辟息因忧郁而死亡 世联纪律 七年拒绝饮酒游炼 军队国家的事物 全都委托给将领 辅臣们处理 中恶帝劝他 认为人主 不应当自己欢愉行乐 而是应该建立威势 传部道德 世联哭泣着说 我家从祖畅以来 把仁德孝顺 忠义宽容 当作祖训代代相传 先王考虑到了 友善仁爱的品行 没有贯彻到底 导致悲愤而死 我虽然继承王位 只不过是空占着位置而已 怎么敢安于 声色娱乐之中呢 威势和道德的建立 只好交给后人了吧 代国的世子拓拔 因伤势恶化而死亡 秋季七月 乾秦王福坚到洛阳 代国世子拓拔 娶东部大人 赫也干的女儿为妻 他死的时候 妻子怀有身孕 初期生下一个儿子 代王拓拔时一间 为此在境内实行大赦 给他起名叫赦归 大司马桓温 考虑到梁州 一州这两处地方 有很多的贼寇 州市则世代 都有显赫的名声 八月 任命宁州次是周仲孙 兼一梁二州驻军事 兼任一州次使 周仲孙是周光的儿子 乾秦任命光禄勋 李衍为河州刺史 镇守无始 王猛依据洛川的战功 请求任命邓强为 私立校尉 乾秦王福坚下达诏令说 私立校尉负责督查 京城周围的地区 他的职责重大 不能用来优待名将 汉光五帝 不按照政务官职赏赐群臣 实际上是更看重他们的作法 邓强有连婆李牧那样的才能 朕准备将征伐的事情交给他 在北方平定匈奴 在南方扫除扬月 这才是邓强的重任 私立校尉的职务 怎么值得交给他呢 晋升他的封号为镇军将军 四位特进 九月 乾秦王福坚返回长安 归安元侯李衍 在上这个地方去世 福坚又任命李衍的儿子李变 为何州刺事